REPT這一題怎麼做 一樣,像這邊插入函數 然後找到REPT 你找到那個文字類 R開頭,它一定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R,REPT 打錯了,OK 或者是你按一下R也可以 按一下R,它就跳到R開頭 也是啦,OK,要快一點 然後,哪個字? 這個字,星號 所以把這個字放在TES裡面 它會出現星號 而且前後會加雙銀號 表示它是一個字 幾次的話呢 就是這個 100嘛 所以要除以多少?除100 得到的答案多少呢? 1.58 你說那是不是1.58顆星? 沒有啦,反正它沒有小數點 所以1.58 它其實就自動捨去 當然啦,你這邊 不加自動捨去小數點 也沒關係 可是你說老師,我覺得 好像比較正確應該是 自動把小數點給去掉 那可是問題來了 有沒有什麼函數可以捨去小數點 其實啦,在這裏面有一個函數叫INT 自己打也可以 INT 前刮弧 後刮弧 刮一下 記得喔 INT這個函數 把它刮起來之後 本來1.58 那邊也1了 不過啦 加不加在這裡 不影響 看各位 所以有的東西 我覺得 不一定要鑽牛角尖 做出來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公式不會每個人都一模一樣 這是絕對有可能的 OK,按確定 好 向下填滿 那理論上 當然我們一定要想 可是問題填滿錯 為什麼錯呢 因為你只要向下填滿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向下填滿之後呢 CE有沒有 只要是儲存格 它會向下一個它就加1 向下一個就加1 什麼意思呢 下一個有沒有發現 這公式是CE對不對 下一個變C2 下一個變C3 不對啊 然後C2就指到這裡了 C3又指到這裡了 那所以一直出錯 那怎麼辦 有個方法 很簡單 記得這個要把它記下 如果你不希望這個1 當你下下填滿的時候 它會自己加1的話 你要記得有個符號 叫錢的符號 這個錢的話 有點像鎖起來的意思 固定住喔 請你幫我固定 在第一列的地方 不要加1喔 OK 如果你加了這個 按確定 你向下填滿應該就沒問題了 有沒有 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C1 下面還是C1 下面還是C1 有沒有都是1 前提就是你這個地方 一定要加1個錢的符號 這個沒加 不行喔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這題的第一個練習 Lapt 我想這個 應該比較簡單 這個自己做好了 這個操環數 那比較難的應該是這個 稱呼什麼 這個地方稱呼 比較麻煩 它需要兩階段 也就這個公式 第一階段先取它的性 所以呢 它性什麼 性無嗎 OK 所以操環數 一樣用Lapt 取一個字就好 所以Lapt 取一個字 那它的名字的部分 我要一個字 一個字給它 那就幫我把性取出來 像填滿當然就只有 它的性 可是問題稱呼怎麼辦 那你總不可能說 你在後面再串一個AND什麼 AND 後面當然 你可以打一個先生 不過你打先生這個對 那這個就不對 所以呢 AND後面 變成說它有兩個可能 男生的話是先生 女生是小姐的話 那你就要想到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一幅函數 所以喔 AND這邊 請你呢 直接先加一個串接符號 然後後面的 串接的公式 請你 當然啦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函數 請你用這邊 如果你之後呢 要使用第二個以後的函數 請你不要直接從這邊 請你從前面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發現 這邊一樣有個下拉清單 請你從這邊找到以符 所以這邊點一下 裡面有沒有以符 這邊有以符 但如果你要其他 可以用其他 我們找到以符 那你會發現呢 它會幫你把以符的函數 加到這個公式的尾巴 然後並且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請問一下你那個邏輯是什麼 邏輯就是說 如果這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就是性別的 同一列的這個儲存格 就是B10 如果裡面是男生的話 男記得的話 叫一個字嘛 所以前後記得先加雙引號 然後輸入一個男 那就給什麼呢 如果為True的時候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你就幫我輸出先生 反之就是Force 就是小解 所以這邊輸入先生 這邊輸入先生 當然啦 因為也是文字 所以前後還是要加雙引號 不過啦 因為以符好像會自己加 所以我就 我就不加 讓他自己幫我加好了 這邊打 先生 有沒有 移開 他會貼心的自己加 小解 有沒有 他會自己加 移開 他自己幫你加了 但有些函數不會自己加 如果不會自己加 你就一定要加喔 像他的參數前面名稱叫Test 你記得一定就是要Test Test的前後就要算 如果沒加 那 參數就錯誤 錯誤就沒辦法執行 OK 好 那這樣理論上就OK了 那接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公式就是這樣 and 0 看 4 2 2 3 算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你就退回給他們 自己是紅的 再給 那 這邊的這個可能比較難 性別 這個性別怎麼做 性別的話 在身份證字號 應該知道規則吧 第幾碼 第二碼 第二碼如果是一就是男生 二的話就女生 那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完成這件事 當然你不是用眼睛看 一填男生 二填女生嗎 不是啦 如果我要用一個公式 可以自動完成這件事的話 那當然啦 你會想說 那我可能要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 先把那個第二個字 取出來 第二階段呢 再用一個if的邏輯判斷 判斷如果是一 那就輸出男 反之就是女 那怎麼取地 所以取第二個字 怎麼取 前面有laps有right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字剛好不在laps 左邊也不在right 在中間 所以呢 函數裡面有一個叫 middle的函數 中間的 那他來縮寫就是middle OK 這個函數 就是如果你取的資料 是在一串文字的中間部分 middle OK 按確定 他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身分之號給他 Test 就是字在哪裡 在這裡 OK 就是b12 好 取出來了嘛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是字 一定是前後雙 好 第二個問題呢 STAR LUMBER 白話意思是哪個字開始 STAR 開始 哪個字開始 第二個字 好 那第三個問題 跟laps 跟right 就幾個字的意思 要幾個一個嘛 所以就輸入了 輸入1 就OK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結果就是 這一個 有沒有 取出來的就是這個結果 但是喔 請各位務必特別的小心 這個1 有個常常非常容易做錯的點 就是呢 這個1 有沒有發現 它前後 是有雙引號的 欸 有沒有發現 我前後雙引號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1 它是一個字喔 它不是數字喔 對不對 不過我想應該很多同學 我覺得會比較容易 腦袋突然轉動 我要確定好了 OK 這個是文字喔 它不是數字喔 我應該有同學 突然轉不過 跟各位講 Essale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而且是非常容易做 非常會錯誤的 就是 它的型態喔 有可能是文字 有可能是數字 數字才能計算喔 文字不能計算 所以你要轉型喔 如果你沒有轉正確的話 會出錯喔 欸這什麼意思喔 待會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就知道喔 好 那第一階段OK了 所以你向下填滿 看一下 有沒有 都抓過來 沒錯 第二階段的判斷 那怎麼判斷 把這個公式一樣解像 有沒有 不包含等號 插入第二階段的函數 就是邏輯的話 應該 if應該就改成叫邏輯 文字的下方這邊有邏輯 if 好就是它啦 然後什麼邏輯呢 如果 如果 如果那個 我剛剛取出來的這個字 假如是1的話 所以喔 假如比對的話呢 特別是喔 韓書裡面的比對就是等號 等號就是左邊跟右邊一不一樣 所以等於1的話 那 true就是男生 反制就是女生 所以你打一個男 當然 他會自己補那個前後雙1號 我就讓他自己補 女 有沒有 反制就是女 好 這樣的話呢 看似 沒有問題 看似啦 但是你會發現 按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的結果 怎麼會 全部不是 如果 如果 我取出來的字 是1的話 那應該這個是1啊 可是為什麼他還是 幫我輸出女呢 全部都是女耶 有沒有發現喔 原因應該可以理解吧 原因是什麼 因為喔 他用mit的函數 先取這個字 那我剛剛講過喔 這個取出來的是這樣子 前後有雙1號的1 那你後面的這個規則呢 如果等於1 前後沒有雙1號的話 它是一個數字 那在電腦的世界裡面 文字跟數字喔 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眼睛看到的是一樣的 人看到的是一樣的 但是電腦看到 就是不一樣 那重點是怎麼解決啦 其實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 把這個怎麼樣 前後加雙1號 比較好 OK 你說還有一種情況喔 你說 老師呢 如果我不要加前後雙1號 我可不可以把這邊 這個改成什麼 把這個1 文字1 有沒有辦法把它轉成1 數字1 再比對 可以啊 轉型啦 至於哪個簡單 當然下兩個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先從簡單開始 如果喔 記得喔 這公司裡面 有一個非常容易做錯的 就是型態問題 我發現很多同學真的沒有概念 常常做錯 因為在市場上的同學也有 企業也有同學問 常常覺得問題就是 形態搞不清楚 但不是只有你們啦 我相信非常多 錯就錯在這種地方 他說奇怪了 為什麼每次查資料都查不到 我眼睛看就是明明有 我怎麼查都查不到 我一看說 你查的是文字 你要找的是數字 當然不match啊 你記得喔 OK 這概念很重要 所以這邊一定要記得 前後雙1號 下下填滿 結果 就 正確了 好 那 當然啦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這個公式 就是說 我把後面的雙1號 把它加一個 前後雙1號 是比較簡單 那你說老師 那我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 這個東西 我如果假設 我 當然這額外的啦 這個難度高一點點 就是說 如果我不加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 這個文字轉換成數字 這邊的話 你們可以找一下 其實在旁邊插入函數 在文字類裡面 就有一個函數 那哪一個函數是 可以把什麼 文字轉換成數字的 當然如果你夠用功的話 不過剛好它是最下面一個 倒數第二個 有沒有 叫做Value 這個Value的話 它其實就是什麼 有沒有發現 它這邊有個敘述 將文字資料 轉換成 數字資料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你希望可以把文字轉數字的話 那加一個這個也可以啦 所以剛剛如果 我們這公式 我不要改後面 剛剛不改 不改會錯 那我如果不改 沒關係 我改前面 怎麼做很簡單 前面再加一個Value就可以了 那我習慣自己打上去 前刮符 把它刮起來就對了 如果你把Value 刮在這個 剛剛的公式外面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幫它轉成數字 轉完之後 再跟後面的數字 一比 就Match了 所以這個按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 也OK啦 答案也一樣 但是哪個簡單 好像不加Value比較簡單 只是說 這種 工作上都會蠻常遇到的 那另外還有這個Mid 這個是 取第一個字到第四個字 這個應該是1到4 那這個是取 Sani這幾個字 這個是取 乘七這兩個字 但是 這邊好像有個問題 操羅函數 如果前四個字的話 用Mid也可以 Mid 但是 這個地方會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從開始是1 那幾個字 四個字 得到就0551 不過按確定之後 有個怪事出現 怎麼得到的並不是0551 而是他的公式結果 好像是把公式放進來 如果你假如說看到這樣的結果 千萬不要緊張 原因應該是什麼呢 各位注意一下 格式的問題 也就是說這個儲存格按右鍵 他會被改成什麼 改成文字的話 如果將來喔 你出現這種狀況 就是你的公式 直接就跑到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是因為你的儲存格格式有沒有 本來應該是通用的 被改成文字 這種情況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改回來就好了 按右鍵 出存格格式 然後把這邊喔 改回通用按確定 那如果改回來 現在老師怎麼還沒動 我跟各位講 還需要做一個事情 什麼事 請你在這上面 點一下打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 點一下打勾 不過這個好像沒辦法一次多個耶 變成說 你可能要一個一個把它打勾啦 好OK 類似像這樣 把格式改回來就對了 好 然後底下的話 這個 其實底下這個是八到五嘛 其實比較 比較快的方法就是這邊直接直接改 從第八個取五個嘛 這樣改也蠻快的 不對 那這我怎麼錯 這個應該就是 這個位置不對 這個位置應該是這個 OK 那其他都一樣 所以 其他的話 請各位就自己在 把這個部分 把它完成 把這個部分 把它完成 然後這個是從第三個取兩個字 然後這個是從第三個取兩個字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填共體啦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填共體啦 好 那最後的話 這個twin的部分 嗯 這個就是 這題比較跟中英文比較有關係啦 這個我想 我就取 取這個 這個 這兩個 這兩列 這三個先不要啦 這三列按右 選起來 五到七 選起來按右鍵刪除 我們以中文跟英文來看好了 那中文跟英文 嗯 他這個地方 這個twin這個 函數呢 主要是去除空白啦 但是這個去除空白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twin t開頭 然後文字給他 按確定 下下填滿 你會發現喔 嗯 好像對 但好像有點不對 這個下面這個英文 空白有保留 可是上面的中文滿怪的耶 twin完之後呢 欸 他的空白還在耶 為什麼 因為英文環境 空白是必須的 中文環境 不需要空白 字跟字之間不需要空白 所以twin 有點像是for英文使用 中文不適合 所以這一題啦 其實各位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函數 是可以for中文的取代空白 OK 那這個可能就是需要換定 這個可能 這一邊 這個要用英文的 這個要用中文 中文的話呢 原則上我想到一個函數啦 這個函數的話 也是文字裡面有個叫subtitude 就是ex-chrito的 substitute這個 這個的話就取代 什麼字取代成什麼 那我把它想到是 這個裡面的字 我希望呢 old test 裡面的空白 裡面空白怎麼表示 前雙以後空白 後雙以後 變成什麼呢 變成沒有 沒有的話就是 記得不是保持空白喔 就是兩個雙以後 就是沒有 那意思是什麼啦 把這裡面喔 所有的空白 都幫我刪掉的意思 那你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好像得到的 會是比較我們接近 中文環境用的 刪除空白 但是如果你上進去的話 用在哪裡 用在英文呢 會什麼狀況 它變成字跟字 反而連起來 所以這一題 還有一個問題 如何判斷中文 跟英文 用不同函數 試一下 這個部分先試一下